德云社多时至秋,还得靠郭麒麟翻回一举,网友真给郭德纲长脸,张云雷被翻旧账,德云社口碑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,张云雷的低俗段子被点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,他的流量别说是德云社,就算放到整个娱乐圈里都不容小觑,本以为德云社要沉浸一段时间了,没想到郭德纲的儿子给德云社长了一回脸,不得不说关键时候还是自己人靠得住了,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新剧播出之后,许多人表示本来是冲着剧中各大主角前来刷剧,然而却没曾想成功被郭麒麟种草圈粉,说到这儿,就不得不说一下郭麒麟这个人了,虽然是郭德纲的儿子,但是郭麒麟身上少了许多低俗多了不少老艺术家的范儿,在郭麒麟的段子中很少能够听见下三路的包袱,一般都是比较偏文梗的段子居多,这正因如此,郭麒麟在相声园字里的口碑也比较不错, 之前郭麒麟走哪都会被人只靠父亲,如今他终于凭借自身力量赚了一波热度